我是各位先生,下個是日本腦炎的流行期 教育館日前出現一禮拜,團出了兩類更新的病例 好給民眾,還會讓我做好到幫忙堂的出師 和家共青都,環境的主審館 再來,日本腦炎已經有經過,進入夏天後,幫忙堂主審 南部大区對教育館、台南市高鄉市高病棟館 都會團出感染到日本腦炎的病例 同意環境是在一禮拜一來就比較早兩天 同意市政府會先叫特別提醒民眾 在外出的時候,一定要做好方便的出師 當時要記得,他照到時間,帶到家裡的孩子 來接近日本腦炎的疫苗,騙免比甲賊 要在這邊呼籲,如果您的住家 或者是您的活動地點周圍 有豬舍或水稻田這些高風險區域 民眾要做好防溫的措施 如果家中有滿15個月 有志是106年3月以後出生的小朋友 滿15個月就趕快帶來打日本腦炎疫苗 大概27個月的時候要再補追加一劑 大人如果要追加的話 可以洽詢嘉義市聖馬爾定醫院的旅遊醫學門診 那在這邊呢,嘉義市政府衛生局呢 針對我們在嘉義市的11處養豬戶 跟10個禮別的附近已經有去做巡查 還有加強民眾的衛教 但是環境衛生的部分呢 還是要請民眾一起動起來 因為日本腦炎的八美夢是三般家園 市場都自身在在水中餐、水底下 才是慣慨的水狗 並且應該要盡量派遍在紅粉 才是一道菜 在高風險的環境附近來換檔 如果沒辦法派遍也應該要穿著 穿著衣服的當衣服當衣服 使用風望越多 票面比八美夢定來感染 他在站在海賊市港中所附近 足夠有接近到高風險環境 海賊市甲地感到有感染風險的民眾 都可以全翁到過來 路由以下門診 並且主委接近要不要 西新新聞王秀山 嘉義市蔡宏報道